第四百五十章 压制赤天 上古大能的功法 在这些人眼中有着特殊的位置 能够吃透上古大能的功法 并且修炼出来的 那都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道德了 更何况 还是要补全上古大能的功法 连他们都做不到的事情 也细文怎么做得到 在他们的心中 叶细文也不过是自己修修补补的弄了一些罢了 不过是一个看着厉害的样子祸 只老虎罢了 无上福主没有说话 但是脸上却闪过几分不屑 样子祸 如果叶细文若是什么样子祸 那么泰坦之身不是死的冤枉了 比豆鹅还冤 好好看着吧 是不是样子祸 看看不就知道了 火云洞主冷笑着说道 赤天坐下的也不知道是什么蛮兽 异常的恐怖 身上散发着百兽之王的气息 让人胆战 机体声寒 气冲九霄 你很狂 不过死人再狂也没有用 赤天冷冷的看着叶细文 喝道 沙 一声爆喝 气动八方 催动坐下蛮兽横重了过来 可怕极了 气盖八方 犹如是蛮荒铁骑 席卷南欲 浩浩荡荡 又像是蛮神重生而来 枪 叶细文也是全力出手 手中瞬间凝聚出了一把长剑 倒搓长风而行 朝着赤天横重了过来 长剑锁过之处 虚空被生生割裂 混沌之气都泄露了出来 轰 双方狠狠地撞到了一起 长剑和长矛猛然撞到一起 崩碎了天地 倒转了乾坤 一副诡异的场景 身材高大 将近一丈的赤天和身材消瘦的叶细文 猛然间撞到了一起 没有理所应当的叶细文被撞飞出去 相反的两人相撞 犹如是两颗巨大的星辰猛然撞到了一起 天翻地覆 天崩地裂 赤天竟然惊讶地发现 在纯粹的力量上 自己竟然完全压制不了叶细文 这是他自从炼成蛮神真身之后 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 两人竟然不分上下 叶细文竟然能和赤天相提并论 有人惊叹道 相比起叶细文 这没有人知道的什么霸体 而赤天的蛮神真身 则是早已经成名了无数年了 曾经出过不少强悍的任务 相比较来说 当然是赤天更被人看好 从彼氏之前的排名也看得出来 赤天第三 而叶细文是第五 还在秦王之下 你果然够强 足够当我魔力自身的魔刀石 赤天咧嘴笑笑 有几分猙獰的神色 竟然敢将叶细文当作魔刀石 小世界中观战的许多弟子 都是心头猛震 赤天真是太狂妄了 竟然要将同级别的对手 当成是魔刀石 但是也有很多人 觉得赤天是一高人胆大 没有一点胆子 怎么敢说出这样的话来 叶细文目光冰冷 赤天确实很强 在天骄之中 也是佼佼者 足以同皆称尊 但是如果想将他当成魔刀石 那也想得太美了点 叶细文身上金色的神性沸腾了 犹如金色的神衣瞬间沸腾了 脚下金色的神浪 掀起了滔天巨浪 叶细文倒提长风 冷冷的看着赤天 轰 赤天动了 坐下蛮兽 仰天撕鸣一声 四体着地 震动空间 仿佛天他地线一般 赤天手持长矛 冲着叶细文冲了过来 眨眼间 赤天就已经冲到了叶细文的面前了 手头那笔叶细文的身高还要高的长矛瞬间刺落了下来 仿佛是下一秒就能将叶细文给刺死 而这个时候叶细文终于也冻了 长剑出手 当一声巨大的金铁交鸣的声音 剑尖和毛尖瞬间碰撞到了一起 两人犹如两尊强大的神明在大地上搏杀 恐怖的力量将两人都推后了几步 脚下竟然生生踩碎了空间 红隆隆的作响 杀气滔天 两人动手是大力尘 但是动作更是快的惊人 短短一瞬间 就已经相互交手上百招 动作快如闪电 刺破了空气 两人交手泛起的余波 直接推平了无数个山头 对于这个空间来说 这两人交手 简直就是一场天大的灾难 一个不小心 可能就是整个空间破碎的下场 众人纷纷心惊 尤其是年轻一辈的武者 竟然能看到这种级别的战斗 和他们相比 自己等人真是再平凡不过了 这样的战斗力 足以在圣境之下称尊 而这些人 总共才修行了几年 根本就不算什么 争 两人闪电般的交手 停了下来 赤天手上的长矛 竟然在颤抖 眼中闪过一丝惊骇 他和人交手无数次 尤其是炼成蛮神真身之后 就更是所向披靡了 许多人根本不敢和他交手 就算是交手 也多是一碰就走 但是像叶西文这般 和他敢站到这种程度的 却还是没有的 这个时候 他突然想起了 死在叶西文手上的泰坦之身 院线不是很相信的传闻 现在也终于有些相信了 叶西文是生生将泰坦之身轰杀的 并不是很多人恶意流传的那样 是纸糊的 一碰就倒 麻痹的 该死的谣言 赤天暗骂 他不是怀疑叶西文的战斗力 只是不相信叶西文有足够能够和自己抗衡的战斗力 毕竟很多体质是天生的 或者是他这样有着系统方法打造出来的特殊体质 和这些相比 叶西文纯粹就是后天自己修炼出来的 先不说那个功法的问题 上古大能级别的水平 就说所需要的能量 就是海量 他自己也是后天打造的 自然也是知道一些的 叶西文自己是怎么修炼上来的 更恐怖的是 他发现 竟然有点被压制了 枪 一声金属的颤音从天而起 气冲云霄 叶西文并没有给赤天一喘息的机会 又是一个重剑 朝着赤天碾压了下去 两人都是走大开大河的路子 基本上都是直来直往 直接的碾压 斩杀 根本没有什么花哨 常见到了叶西文的手上 根本就没有什么剑招了 就基础剑招 但是在叶西文的手上 却有莫大的威力 毁天灭地一般朝着 赤天席卷了过去 当 赤天只得赢了上去 这个时候 他不能有丝毫的示弱 他在猜测 叶西文 是不是也是 已经快要支撑不下去了 这样硬拼 他不好受 他才不相信 叶西文会有多好受 轰 轰 轰 双方直来直去 没有任何花哨和华丽 有的只有赤裸裸的碰撞 在这样的力量的面前 没有人有别的办法 无论是赤天 还是叶西文 都习惯了以利压人 任你有千般手法 他只一招碾压下去 你接是不接 接就落入了他们的套路 不接就会被直接斩杀 没有任何的办法 轰 双方再度交错而过 身影在半空中交错而过 鲜血飞溅了出来 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 有人受伤了 到底是谁 所有人都在暗自猜测 到底是谁受伤了 是天身材高大 骑在更高大的蛮兽的身上 像是小山一般 而叶西文虽然身材消瘦 但是毫无疑问 能和赤天硬拼到现在 他的肉身也强横的可怕 这两个犹如铁人一般的家伙 终于有人受伤了 到底是谁 两人的动作太快 电光伙食之间 大部分人根本就看不清楚 两人之间的动作 只看到鲜血飞溅了出来 也不知道到底是谁受伤了 两人终于交错开来 一阵微风吹过 扬起些许的血腥之气 高坐在蛮兽之上的 赤天高大的身躯一阵 身上一股鲜血喷溅了出来 在胸口被叶西文滑拉出一条不小的窗口 深可见骨 无数人都瞪大了眼睛 看到这一幕 所有人都差点没有跌碎一地的眼睛 如果有的话 在战前 几乎所有人都是更加的看好赤天 相对于根本不知道什么情况的 叶西文来说 赤天的蛮神真身早已经成名无数年 更让他们信赖 对他们来说 赤天获胜才是正常的 甚至许多对于赤天盲目信任的人 还觉得应该是赤天一股作气 将叶西文斩杀才对 但是现在第一个受伤的 却不是叶西文 而是赤天 这不能不让他们惊诧万分 赤天受伤了 怎么可能呢 无数人在心中一问道 尤其是火云洞的弟子 更是不可思议的看着眼前的一幕 要说对于赤天最有信心的 还是他们这些火云洞的弟子 他们都见过他的威士 堪称是火云洞年轻一辈的第一人 压服了其余天交 争取到了来参加大笔的机会 这次火云洞只有赤天一个人来参加 除了因为遭受百瞒洞和拜魔教联手 导致的重创之外 还有一个 就是赤天压服了其余天交 这也是难瞒的惯例 瞒神真身 也只能是这么多弟子之中最为优秀的 而也是只有最为优秀的人 才能被培养 修炼出蛮神真身 赤天这次来 根本就是冲着冠军来的 谁知道 却遇到了帝臣和玄园双子星兄弟 被人落到了第三 而现在和叶西文之战 居然还率先受伤了 天哪 要不要这么多妖孽 就算是 来 Bei 启 我的 小 我 好 好